2007年的仁川国际乐器展 两年一次的双年展越来越具规模 今年有9个国家的143家厂商参与 规模比上一次成长50% 台湾唯一的长笛手工打造专家汪振荣 特地来展示他的作品 同时也在现场校正调音 很高兴有这一次机会来到韩国 参加国际乐器展 将自己辛苦的多年制造的手工产品 带到国际上来 让国际上的文士来看看 当然也要借这个机会 去看国际上各个港家所做的乐器 让他们能够到比例 好准备做一个比较